紫川绣到此一游 真狠哪 桃儿 您放心 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会帮您收拾干净 需要这般的东西 也会一一买齐 还是你们够意思 可是要赔的钱 可不帮您掉 还要赔钱 歌山大人明确表示 所有的费用 由您一力承担 你们可以帮我作证啊 这些东西不是我干的 这赤裸裸的嫁祸 事发当时 我们怕歌山大人怪罪下来 所以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也没说 没法帮您作证 我 这得多少钱啊 我赔得起啊 宁殿下 告诉歌山大人 这下我不欠他的了 对 你现在不欠他的 你欠我的 我可 没那么多钱啊 我还不起 我不要你还钱的 你还愿就好了 还愿 我已经算好了 明日亥时呢 是几百年一遇的良辰吉日 那个日子啊 最适合吹竹调丝 琴瑟和明了 要是错过的话 那就要再等个几十年 所以 你要还钱还是还愿 自己看着吧 自古宝剑配英雄 未来远州交给你 我可安心 百转封鸥剑 百转封鸥剑 多谢大人 大人 就是在这儿 我们来吃吧 他们已经走了 怕扫中之毒 就算吃了解药 一时也不能恢复入处 大人 找到他们了 走 兄弟们 给我杀了头 没事吧 死不了 这第一道菜 是我用鱼腥草 苦摆 苦莲 苦瓜 苦参 熬制而成的 那能喝吗 当然能喝了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 熬了两个时辰哪 亲热解毒 这道菜 叫苦海无边 还有第二道呢 当归包鱼头 不 滋阴不虚 健脾养胃 这道菜叫 回头是岸 还有第三道菜 粉丝土豆蒸饭 这道菜 叫迷途知凡 还有第四道菜 金盆洗手 你也可以叫它为 骏马跳水 马呢 问得好 悬崖勒马了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白川 你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就是纯粹地关心下属 专门为你做的这些菜 要不 你趁热先把汤喝了 是不是我看你吃饭 给你压力呢 那我就很体贴地先离开 那你就 好好 享用 原来杨明华 本来就打算让你去远州 是啊 那天让北族使者 瞬间暴走的人 写公主羽毛项链 就是杨明华 你还要让我送的 这种挂剑送去的时机 太关键了 无论哥大人怎么布局布防 都无济于事 正是如此 所以我没到约定的谈判时间 就必须送走了 否则的话 你就暴露 行吧 惨的可是二哥 刚经历完丛林冒险 现在 屁股又开花了 你们还记得我 你这裤子都沾到肉了吗 二哥 恐怕不能洗澡了吧 不不不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故意的 你这 多狠了 小哥 派你去远州 是不是为了分 哥大人的兵权啊 没错 你 打算怎么办 打架只有真打 才能骗得了那个老狐狸 不过 可能要给哥大人添麻烦 我了解哥大人 他不会随便答应 而且哥大人 咬他这一口 肯定有他的道理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只要杨明华一反 咱们三个 就算是玩玩了 杨明华 真的会反吗 不到逼不得已 应该不会 他的目的 是制衡 对了 从这不应跑出去 刺杀公主那个人 找到了吗 他就是杨明华的奸细吧 是靖外君的人吗 不是 是我身边的人 叔叔 这肉特别好吃 您多吃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 躺着 小宁 你得让阿秀吃饱啊 让他多吃点 这毕竟是家业 你总不得让他饿着 叔叔 阿秀吃谁 我们这儿 只有我们两个人啊 大人 这哪儿是家宴啊 如果小宁眼里 没有我这个哥哥 那我也当作 没有他这个妹妹 我吃好了 你们卖 不 我根本就没有吃 大人 告辞 阿秀 阿秀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又闹矛盾 不是说好了 还要弹琴呢什么的 我哪有说过什么弹琴啊 我没有说过弹琴 你记错了 我忘记了是我的错 但弹琴什么时候不能弹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 你为什么要弹琴 你不用弹琴 不是 strengths 我 你能不动 你都不动 你有没有 我 你 谁 只能不能 你 因为你 你 什么 把你 你 怎么 这 来 子川宁 当看不见我是吧 好 这个胭脂啊 卡丹 帝都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改天都带给你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好像是帝都 最贵的玫瑰花露啊 太香了 那些胭脂水本 我早就该换新的了 我都不喜欢了 全都该买了 晚上姐姐一起啊 好啊 这个是什么呀 珍珠手包啊 凌家的工艺吧 整个帝都好像只有两支吧 我现在就给它拆开 我们 顺便再买几个手袋 对啊 小宁心中最重要的 应该是我这个秀哥哥呀 秀川大人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谁是秀川大人啊 秀 子川宁 你又再装听不见我的话 我现在 就从这儿跳下去 我只数三声 三 我们收拾收拾走吧 二 去晚了 那就买不到好的啦 一 一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走着敲 这是铁兽常用的没钱 我把这些干净啊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八年 比铁手晚两年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亲的人 失去哪一个我都如断臂吧 以后天眉大帅这些活儿 还有我 你们两个感情很好是吧 是 我们两个发过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当年跟远星还有哥影星 也发过这样的誓 可惜誓言易碎 他还是先走了 他走了你是不是很伤心啊 我至今都未敢看铁手的尸神一眼 我说的是远星 我至到今天才知道 你和远星的交情远早于我 我至到今天才知道 我和远星的交情远 你和远星的交情远 你和远星的交情远 是远星的交情远 大人与远兴大人情深义重 定不会犯 同垂誓死相随 名神义重 可我就是要犯 我紫川秀 我紫川秀 誓死相随紫川你 誓死效忠 紫川您 全紫川他最好看 我只看他 什么都听他的 全紫川他最好看 我只看他 听他的 不能躲着他 不能不找他 他问我什么事情的话 我一定要如实告诉他 他不问我的话 我也要自己主动说 我 你说什么来着 不能躲避他 不能不找他 不能躲避他 不能不找他 他问什么事 我都要告诉他 他不问的 我都要主动告诉他 还有 我不能一个人面对困难 我要帮小宁变强 然后我们一起面对 还有 我不能一个人面对困难 我要帮小宁变强 然后一起面对 我紫川宁 小宁 你说错了 我紫川秀 我紫川宁 永远爱护小宫哥哥 你是不是要道歉 对 很简单 之前答应我的合奏 今天能不能旅行 我紫川宁 不会有人rea 在祭主乃 我紫川宁 是我紫川宁 一定是我紫川宁 在祭主乃 我紫川宁 咱 盖 怎么 中文字幕——YK 太好听了 小姐 此举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文啊 太好了 秀哥哥 我们终于合作成功了 坦白说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 你 你高兴就好 高兴高兴 我特别高兴 我想好了 我要在我的生日宴会上 当这文武百官的面 我再演奏一次 好不好 小宁 我看还是算了吧 是啊 小姐 要不再考虑考虑 考虑 今天晚上月亮真圓啊 承认了 我没有 你这个冷头气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还说什么今天的月亮很圆 一定是被我猜中了 我跟你讲 别告诉别人啊 我跟你讲 别告诉别人啊 我是喜欢他 可国事未了 二哥我 不准备谈儿女行程 是没办法控制的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二哥 你赢了 不仅是公主 还是敌国公主 但我不准备跟她说 好 喜欢这种事情 是没办法控制的 两情相悦 却有阻隔 恐怕是你我兄弟 二人的命啊 咱们真是 无能懦弱的混蛋 混蛋又如何 二哥 你能不能别 这么垂头丧气的 如今卡丹公主 身在他乡 也许你的存在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种安慰 如果你敢 我帮你们私奔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你爱上的不也是个公主吗 还是个生了气的公主 想好怎么哄她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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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